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讲最后一个知识点哈 就是派生类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该怎么写嘛 是不是啊 咱们以前是不是没涉及到派生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讲了这个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呀 那派生类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该怎么写呢 这个地方有两个知识点 一个是基类和派生类构造函数及析构函数的执行顺序 咱们再去验证一下 然后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咱们有验证 是不是先应该是先执行基类的构构 然后再执行派生类的构造 吸购的时候是不是先吸购派生类的那个吸购 后执行基类的吸购呀 是不是啊 然后咱们再去看一下 咱们其实验证过哈上午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第二小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派生类的构造函数和吸购函数 它的这个什么呀 构造原则是不是啊 就是怎么去写这个构造函数 怎样去写吸购函数哈 好 那咱们一个一个看吧 那基类是不是 基类是不是都有构造函数和吸购函数呀 每一个类都有什么呀 构造和吸购 你可以显示的去定义 也可以不定义 如果不定义的话 是不是他就是用的是默认的默认的那个空的构造和空的那个吸购呀 是不是啊 每个类都有构造和吸购 那在派生类当中哈 同学们 创建一个派生类对象的时候 如何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 对其基类的数据进行处置化呢 因为他是不是派生类是不是继承了一些数据过来呀 是不是啊 咱要去调制一个基类的构造函数 对基类进行 继承的那些基类的数据进行处置化 那撤销一个派生类对象时 如何调用基类当中的吸购函数 对基类的对象数据成员进行一些善后处理 比如说释放内存 是不是啊 同学们 好 然后这是这都是这一节五点三节咱们要讲的一些东西哈 咱们先看执行顺序吧 好不好 那派生类构造函数的执行顺序它是这样的 先执行基类的构造函数 再执行派生类的什么呀 构造函数 然后在这一个撤销这个对象的时候 对象被释放的时候 先执行派生类的吸购 后执行什么呀 基类的吸购 明白了没有 它是这个顺序 就是说你建房子的时候 是不是要先打地基 再建上层建筑呀 拆房子的时候呢 先拆上层建筑 是不是最后拆地基呀 是不是同学们 好了哈 那接下来咱们先看它的执行顺序哈 先构造函数 再构造派生类 先吸购派生类 再吸购几数 然后这有个例子 然后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例子其实今天上午咱们演示过 好大家抬头看啊 派生类构造函数 与吸购函数的执行顺序 然后呢大家抬头看 这是不是一个积累啊 我那些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 我都不写了 我只写一个什么 一个构造函数 积累的构造函数 是不是输出一句话 construction是不是建造这个积累的这个 执行这个积累的这个构造呀 然后这是这个积累的吸购吧 distraction base class 然后这个用法系更音其实不太什么呀 不太不太不太规范是吧 在C++当中咱们更多的是用的什么呀 是不是用的什么呀 n到呀是吧 好 然后呢 大家看 这是不是派生类呀 公有继承这个积累吧 然后这个是他的这一个构造函数 是不是无参构造呀 然后construction 派生类的什么呀 这个构造函数吧 distraction 是不是派生类的这个类呀 吸购函数呀 稍等啊 然后呢 好了 然后大家抬头看 我定一个是不是OP呀 是不是同学们 算了 我在这 see out输出一个输出一个东西吧 输出一个横线吧 n到 然后我在这 see out输出一个什么呀 新花 n到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加一个复合语句吧 行不行 人家说这个对象呢 派生类定出来的这个对象是不是在复合语句当中定义的呀 也就是说当复合语句结束的时候他要释放这一个OP 是不是啊 然后呢 释放OP的时候是不是掉吸购呀 然后再输出他程序是不是结束呀 好 test几了 5了是吧 好 g++ test 5.cpp -o test5 找你 你看 是不是construct base class 是不是 G类的构造呀 construct construction 派生类的这个这个这个构造吧 吸购的时候呢 呃 是不是先distraction谁啊 派生类 后distraction谁啊 是不是G类呀 是不是和咱们的说法是一样的呀 呃 然后新花 然后程序结束 是吧 好 这一个 构造函数和吸购函数的这个执行顺序呢 咱们相当于是不是通过这个小例子 是不是能够得到什么呀 验证 是不是啊 验证哈 撤销这个对象的时候啊 好了 完了之后呢 咱们重点讲什么呀 第二小节 这个第二小节呀 主要是教咱们什么呀 如何去写 如何去定义什么呀 派生类的这个构造函数 以及吸购函数 明白没有啊 好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哈 当G类的构造函数没有参数 或者全部都是用默认的 是不是有缺省呀 或者是没有显示的定义构造函数 就是没有参的时候 是不是啊 那么派生类可以不向G类传递参数呀 是不是可以不定义构造函数 明白了没有啊 哎 明白了没有啊 我不需要向G类传东西啊 是不是啊 哎 所以说他的派生类 可以不定义构造函数 是不是用默认的是不是就行了 都是无参的呀 是不是用空的是不是就行呀 也就是说当G类还有参数时 哎 注意这个全部默认值这个不对哈 这个不是 缺省的也行啊 是不是啊 缺省的相对于不用传嘛 哎 缺省的或者没有参数是吧 哎 当G类含有代参的构造函数时 派生类必须定义构造函数 明白了没有啊 因为他必须向G类的构造函数是不是传参呀 是不是啊 同学们 你提供把参数传给传递给谁呀 G类的构造函数哈 是不是啊 哎 你G类当中有参数 他的构造函数有参啊 你就必须干嘛呀 派生类必须定义构造函数 而且还得给人家传参吧 给G传参吧 G类的构造函数传参 好 那派生类的构造函数一般格式是什么呢 派生类构造函数的名字 参数表0 冒号 后边加上G类的构造函数名 然后加上参数表1 一般这个参数表1里边的参数是不是 是参数表0当中的一个字极啊 是不是啊 哎 好了哈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一会咱们可以看个例子哈 同学们 当派生类当中还有什么呀 对象成员的时候 你看 你看这个派生类哈 一 他还继承G类的东西 是不是 你还要给这个G类的构造函数传参呀 二 你是不是有一个成员还是个对象成员 咱们以前说过 如果说有个对象成员的话 是不是在初始化的时候还要给他的对象成员传参呀 是不是啊 同学们啊 哎 那他的构造函数一般是什么样子的呢 派生类构造函数名参数表0 参数表0就是完整的那些参数吧 激烈的构造函数名参数表1 然后如果你你是多继承的话是不是还都好 是不是再来激烈呀 是不是啊 完了之后呢 是对象名1参数表多少 对象名N参数表多少 是不是 你不仅要给激烈的构造函数传参 你还是不是还要去构造这些对象成员呀 是不是啊 给对象成员是不是付出值啊 哎 以逗号分隔哈 以逗号分隔 啊 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呀 不仅继承击类还要干嘛呀 还要有对象成员 对象成员是不是也要初始化呀 好 那在在定义派生类对象的时候 他构造函数和吸购函数的顺序应该是什么呀 先构造几类再去构造什么呀 对象成员最后去构造派生类 执行派生类的构造函数 明白了没有啊 吸购的时候肯定是先先先执行派生类的吸购 后执行对象成员的吸购 最后执行什么呀 激烈的那个吸购 明白了没有啊 哎 他是这个顺序哈 了解一下 嗯 那这有个例子哈 这有个例子呢 大家先看这个例子吧 这个例子其实就是什么呀 当派生类当中 有激烈的对象成员时 构造函数和吸购函数的执行顺序 咱们看一下吧 他不计他不仅继承鸡类 他还有个成员对象 激烈的对象成员 明白没有啊 泰斯的几啊 泰斯的6了哈 哎也比较容易理解这个东西啊 现在一继承嘛 鸡类派生类是吧 好大家抬头看 这是不是定了一个类啊 鸡类 然后他有X 有个私有成员 然后鸡类的构造函数 大家抬头看 是不是你传一个I进来 他去给他的X出主化呀 是不是啊 打印鸡类的构造 然后呢传一个X进来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 吸购 吸购鸡类 然后打印出那个X出来呀 然后送的话是不是就是普通的成员函数 显示X呀 好这是鸡类 有一个数据成员 是不是X呀 嗯 然后咱们再去定派生类 派生类是不是公有继承机类呀 是不是 然后派生类呢有个Y 那他除了Y之外是不是还继承了个X呀 嗯 你看哈同学们 他比较特殊的是什么呀 他有一个成员是贝斯D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 嗯 是不是还有个对象成员呀 哎 好他还有一个有个成员是G类的对象嘛 有个对象成员是不是啊 好 然后大家看他这一个派生类是怎么写的呢 因为他有I是不是要给他继承的X复制呀 是不是啊 有个J 是不是他要给这一个派生类的Y复制啊 是不是啊同学们啊 有个K 这个K是干嘛的呢 你看他这一个对象成员D是不是 对象成员D是不是G类的D是不是也有个X呀 他是不是还要给D出这话呀 所以说呢 他这一个派生类的这一个构造函数有三个参数 然后冒号 是不是I去给这一个什么呀 继承的那一个G类的那个X复制 这个J是给什么呀 对象成员出入化呀 明白了没有啊 IJK 然后注意 K呢是不是给他自己先定义的Y复制呀 嗯 构造派生类Y等于多少 是不是打印出来 然后这是吸购函数 是不是 吸购这个派生类 然后打印Y啊 然后 在这个里边 他干了个什么呢 是不是用派生类定一个OBJ对象 然后传X 呃 传一二三进去啊 这个一给他继承的X复制吧 二是不是给谁复制呀 给那个对象成员复制化的吧 是不是啊 给G类对象的那个成员复制化 是吧 这是G类G类的这个对象 然后作为他的一个成员嘛 对象成员复制化 K三是不是给谁复制呀 给他自己定义的Y复制化呀 好 然后完了之后呢 那你想你定义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要执行这一个构造函数呀 是不是派生类的构造函数啊 注意咱们说派生类的构造函数是最后执行的嘛 是不是先去执行G类的构造函数啊 然后再去执行 那个对象成员 是不是复制化的时候 这个对象的那个构造函数呀 好了哈 应该先执行什么呀 I的我是不是先执行1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啊 然后再执行这个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G是2吧 然后最后是不是应该是3 是不是Y这一个 执行这一个呀 是不是啊 答应Y呀 吸购的时候是不是按咱们刚才的说法 是不是先吸购派生类 是不是再吸 是不是应该先 先派生类的话 吸购的话 应该打应Y的话 是不是3呀 再去再去执行什么呀 对象成员 对象成员的那一个X是多少呀 是不是第二个参数是2呀 最后是不是激资 最后是最后是吸购激资的 是不是应该是他那个X是1呀 所以说构造的时候是123 吸购的时候是什么呀 321呀 注意OBG的送是不是打 OBG的送是不是 OBG的送是继承的 是不是啊同学们 好这个咱们先不打印也行 无所谓 好了哈 咱们就定一个对象 然后看他的执行算许 应该是看一下哈 6格式已经转了哈 G++test6.cpp-otest6 走你 是不是先构造的积累 是不是X等于1呀 然后这个构造积累X等于2是谁呀 是不是那个对象成员呀 是不是同学们 是不是这个地方X等于2构造的是什么呀 构造的是不是这个给D出了话呀 是不是啊 激励对象嘛哈 然后呢 又去构造的谁呀 是不是派生类 是不是先是激励 然后是对象成员嘛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那个派生类呀 吸购的时候你看是不是3 先吸购的派生类 然后后吸购的这个什么呀 对象成员X等于2嘛 那个对象嘛哈 是不是啊 这个D这个对象嘛 是不是2呀 接受2嘛哈 然后最后吸购的是什么呀 激励 是不是啊 所以说通过这个例子哈 同学们 咱们能够验证这个G类 派生类 以及这个派生类当中的这个对象成员 它构造的顺序 是不是啊 以及吸购的顺序 另外一个 咱们是不是还需要学会什么呀 派生类这个构造函数 该怎么去定义啊 是不是啊 同学们 该怎么去定义哈 哎 大家想 如果说我这个派生类这个构造函数哈 派生类的构造函数该怎么去定义嘛 这个是不是定计在函数里边了呀 我如果拿出来的话怎么拿出来啊 是不是只需要拿出来在最前面加一个什么呀 加一个 多用预算符是不是就行了呀 哎 在这里边是不是就不用定义了呀 而是什么了 声明 哎 咱们说过声明的时候需不需要加这个东西了 说不需要呀 好 试一下啊 加上是不是会报错呀 诶 是不是可以啊 所以说呢 同学们 咱们这一个什么呀 诶 我执行一下看有没有问题哈 是不是也没问题啊 123321嘛 所以说派生类的什么呀 同学们 派生类的构造函数的声明以及其定义 你会了吧 这种方法是不是用的是最多的呀 因为将来咱们还要分稳件吧 是不是 哎 好了哈 所以说呢 将来你就按着这种格式去定义这个派生类就可以了 明白没有啊 派生类的构造函数就行 好 主要是这一个派生类的构造函数该怎么写嘛 哈 好 这是他的那一个执行算许啊 构造和构构的执行算许 如果派生类的积累也是一个派生类 哇塞 那是不是有了二代 是不是啊 有了三代了呀 派生了两次嘛 是这意思吧同学们 则每个派生类只需要负责其直接积累的构造就行了 一次追溯 明白没有啊 什么意思呢 哎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爷爷生了你爹 你爹生了你啊 是不是啊 你只构造的时候 要写你的那个构造的时候 你只需要给你爹传餐 赡养你爹就行 你爷爷不用你管 你把钱给你爹 你爹再把钱给谁啊 给你爷 明白了没有啊 明白 哎 是这个意思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就是说你爷爷你爸爸和你将来你去赡养的时候 你只需要赡养你爹给你爹钱花就行 是不是啊 那你你你你你爹呢 你爸爸呢 只需要他再去赡养他他爹就行了 是不是啊 是这意思啊 清楚啊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啊 然后呢 咱们就看一个派生连续派生两次的好不好 是不是啊 哎 然后这个例子啊 哎 其实这个也容易理解是吧 你派生两次之后 这个 这个该怎么写啊 连续派生两次的这个例子 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呀 是有的吗 有 好大家抢头看 激励当中是不是有个A啊 嗯 是不是啊同学们啊 哎 这个地方他写成保护的了 无所谓吧 好 是吧 激励当中有个A 然后呢 这是激励的构造吧 是不是有个参数 是不是给这个A复制呀 好 这是激励的吸构 是不是啊 然后呢 然后激励的构造函数 这是A等于A嘛 写了激励的构造函数 setA getA 这是激励的吸构嘛 哈 然后大家看 这是不是第一代啊 对 是不是啊 有Base类 然后呢 私有记成谁啊 激励 激励吧 嗯 然后他是不是有个B啊 嗯 是不是啊同学们啊 嗯 然后呢 那这个 这个派生类 派生类1的这个派生类呢 是不是他应该有A有B啊 你看他的构造函数的时候 大家抬头看 他的构造函数声明的时候 是不是就得有两个参数呀 他一个要给他自己定义的这个B 是不是复制啊 成员复制啊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不是他还要给 继承过来的那个A复制啊 嗯 好注意看他的构造函数怎么写的 是不是你 是不是两个参数啊 冒号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的那个 他的G类的那个传餐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啊 这是B等于B 然后去干嘛呀 是不是打印一句话就行了呀 那这样 你只要这么写 将来呢 是不是就自动的去执行那个G类的构造函数 给他继承过来的A复制呀 是不是啊 嗯 嗯 然后 哎 这些SETB GETB这些就不用说了 西构函数 只打印了一句话 好不好 然后大家抬头看 又一代了 这是不是第三代了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 BASE算第一代的话 这算第三代 然后他又公有继承了这个上一代的这个类吧 那你想他自己新定了一个C 那你想吧 他继承了什么呀 是不是继承了上一代的A和B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 那加上C是不是有三个成员 所以说他的构造函数传参的时候传了几个呀 是不是传了三个参数啊 然后也就是说 在定也也就是说他在定义这个类的时候呢 他进行构造的时候 他要给自己的C复制 还要给继承过来的A和B复制吧 是不是啊 你看他的构造函数怎么写的哈 你看他的构造函数的名字不用管了 ABC是不是三个参数呀 注意 是不是他指他在冒号后边只写了 只写了他爹的那个构造函数的名字呀 给他爹传了A和B呀 他管没管那个BASE呢 没有 是不是没有啊 是不是啊同学们 好 当去执行这一个构造函数的时候 这一个类的构造函数的时候 这一个类的构造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他再去干嘛呀 再去给那一个BASE类再去传参呀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第三代只需要向第二代传参就行了呀 那第二代是不是再去给第一代那个BASE类再去构造函数再去传参呀 只管他自己的上一代啊 只管他自己的上一代呀 明白了没有啊 哎构造函数 就是说话 然后呢 然后呢 一二三 一二三 是不是第三代当中定了一个对象 传了一二三呀 咱们他的 咱们看他的构造函数和西构函数执行的什么呀 算许是否能够执行到那个BASE类吧 是不是啊 你就第三代你虽然是第三代 他也是一代一代继承下来的嘛 嗯 是不是啊 哎 他爹继承了他爷爷的 他爷 是不是啊 他又继承了他爹的嘛 好看一下啊 然后程序结束的时候是不是掉西构函数呀 看一下构造函数是否都执行到 而且再看一下构造函数的什么呀 和西构函数的执行算许 嗯 是多少呢 Test的7了哈 好 G++当中Test什么呀 7.cpp-o Test几啊 7 走 你看 是不是先执行激烈的构造函数啊 然后又执行了是不是下一代的这个构造函数啊 最后执行了第三代的这个构造函数呀 是不是这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嘛 我是定了一个第三代的对象是不是啊 然后完了西构的时候它的顺序是什么呀 是不是先西构第三代再西构第二代再西构第一代这个积累呀 对 是不是啊同学们啊 哎 你看我定了一个对象 是不是它执行了三次构造函数啊 嗯 是不是啊 要说它要一代一代的是不是 把继承下来继承的那些 对象是不是 继承下来的那些数据成员 是不是一次进行上诉的去处置化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啊 哎 要说每一代然后定义构造函数的时候 只需要管它的上一代传餐是不是就行啊 贝斯里它就不用管了 因为贝斯里是谁管呀 是不是这一代再去管贝斯传餐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啊 哎 所以说这是构造哈 哎 这个构造函数的 注意 这个构造函数是必须要什么呀 像这个构造函数 就是因为这个迪瑞五一这一代呢 它的 它的构造函数有餐 所以说你就 迪瑞五二这一代的时候 是不是就必须传餐呀 嗯 必须给它的这个副类传餐 是不是啊 嗯 必须给它的副类传餐哈 去调用副类的什么呀 这个 这个 构造函数 是不是啊 哎 好 那这一点咱们需要注意 注意 由于吸购哈数是不带残数的 明白没有啊 在派生例当中 是否需要定义吸购哈数 和它所属的积累是不是无关呀 哎 就是在吸购的时候呢 其实和它的积累无关 因为它的积累 是不是有它积累的吸购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 哎 每一个类只 每一个类 每一个类在吸购的时候 只释放它在这个类当中 溜出来的空间嘛 哈 所以说呢 固积累的吸购哈数 不会因为什么呀 派生类没有定义吸购哈数 而得不到执行 他们各自是独立的 如果说我第三代不定义吸购 上上两代是不是它的吸购哈数 依然是可以什么呀 依然是可以执行的呀 明白 所以说呢 咱们在定义的时候 只需要关心什么呀 关心构造函数 该怎么写就行了 明白没有 直接负责它 它这一类的 这一代的 副类的什么呀 构造函数传餐 是不是就行呀 好 了解一下哈 那这是什么呀 这是这一个 咱们讲的这个 构造函数 吸购哈数 就派生类的构造函数 和吸购哈数的原则嘛 规则 就是说 我这个派生类的构造函数 该怎么写呀 是不是啊 哎 我我要 我要干嘛呀 如果说带餐 负类带餐的话 我的那个构造函数 必须要写 必须像 附类的什么呀 构造函数是不是传餐呀 是不是啊 哎 只负责它那一个 直接的那个 上一代的那个构造函数 传餐是不是就行了呀 吸购哈数不需要关心 因为 每一个 每一个类的什么呀 那个 那个吸购哈数都是独立的 是不是啊 都是不带参数的嘛 都会执行 是吧 好 这一节课呢 咱们就把派生类的构造函数 和吸购哈数的 那个构造规则 就是怎么去定义这个构造函数 然后给大家讲了哈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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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